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老师的介绍 那我是福达医院密尿科了解纯医师 那今天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最后一个topic 那我看大家都蛮累的 那我今天就尽量稍微简单 浅显异种的方式 赶快的帮大家带过 那其实肾脏海管齐肾脏海的治疗 那这个时候肾脏癌它其实 基本上已经不可治愈了 那不可治愈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延缓 它肿瘤进展的程度 那怎么样尽量控制好癌症 那会是一个医师一大课题 那其实肾脏癌的治疗 在这几年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那记得我考专科医师那时候 读的书跟我这一次准备读的书 发现治疗之影 国外的治疗之影其实已经改了非常多了 那我们先来想一下 那个晚期的癌症 那全身治疗性的目的是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病人 已经有远端器官的转移 局部治疗像刚刚前辈说的 开刀冷冻或者是热烧容治疗 已经无法根治的时候 那我们会需要一个全身性的治疗 那第二个是如果病人 他连开刀都没有马开了 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就已经远端转移 可能肺脏转移 肝脏转移 肝脏转移 脑转移 那这时候病人身体状况也不好 那他可能会因为转移造成各种症状 肝转移可能会腹痛 脑转移可能会神志不清 肺转移可能会喘 这时候呢给予一些适当的全身治疗 他可以减缓一些病人的症状 那第三个的话是一些其他癌症的部分 当我们手术完了以后发现 哇这个癌症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可怕 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有侵犯性 那这时候为了想要让手术完了以后 他我们手术完了效果更好 我们有时候会加上一些全身性的 那个药物来治疗 不过要跟大家说的是肾脏癌的部分的话 目前辅助手术使用这部分的话 现在还没有很强的证据 好那全身性的治疗的话 第一个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化疗 那我们把癌症想象成是一个口部分子好了 那今天要怎么去杀他 化疗的部分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你投下去以后可能周围的组织正常的细胞 然后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所以他总而言之 副作用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之一 叫做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 可以把它想象成无人瞻击 那它会比较精准 它不会像化疗一样下去 然后周围的组织或是细胞都死光光 那它的副作用当然也是有 但是相对化疗它比较精准 那副作用的部分的话也是有 但是跟化疗的副作用稍微有所不同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主题之一 叫做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但是在这几年开始有一些长足研究上的进步 所以最近新一代的免疫治疗跟旧世代免疫治疗 其实差异非常的大 那副作用部分呢 只要是有治疗一定会有它的副作用 只是基本上免疫治疗副作用 跟化疗治疗的副作用又不一样了 那基本上免疫治疗副作用 还是跟标靶治疗副作用比较类似一点 只是稍微有所不同 好那今天是一个我们主题是圣战来 那很不幸的肾脏癌病人做化疗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肾脏癌的病人剩下的选择 大概就是我们标靶治疗跟免疫治疗这两种 以前古早年代的就是像我刚讲 古早年代的免疫治疗 它是比较旧世代的疗法 服装用比较高效果比较差 那病人打了以后常常会发生一些病发症 那接下来肾脏癌在后续这几年 在前十年的发展下来呢 标靶治疗其实研究是最多 而且药物的我们的追踪时间是最久 那算是一个主力的治疗药物 那药的种类非常多 目前健保有几副的大概就六种到七种 那接下来是一个最新的主角 就是我刚刚讲的免疫治疗 它这个新一代的免疫治疗跟旧世代免疫治疗的话 它的基准不一样 那目前研究的话正在进行 有一些有结果了 大部分还没有 那免疫治疗药物非常多种 那现在治疗可能把A免疫治疗加B免疫治疗 或是B免疫治疗加C免疫治疗 各种的排列组合 那目前的话效果还不错 那晚一点会再讲 那肾脏癌的病人 为什么同样都是肾脏癌 有些人给了免疫治疗 或者是标靶治疗 有些人反应好 有些人反应差 那主要的话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评分的标准 帮这些晚期的肾脏癌 做一个简单的评分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病人 从诊断开始 到开始出现需要全身治疗的时间 有没有小于一年 那另外来看病人 看到你门诊的时候 他平常活动力怎样 会不会需要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或者是其实生活大部分可以治理 那接下来我们会抽血 看病人的血红素 看他有没有过低 另外看白血球或是血小板 有没有过高的情形 然后另外肾脏癌 比较特别的时候 我们会看一个叫做钙离子 那钙离子如果不好 钙离子如果偏高 这个病人的愈厚也是比较不好 那我们会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形呢 那我们会帮病人分成低风险族群 中度风险族群 跟高度风险族群 那这个会影响到哪里 这个会影响到后续的用药 跟后续的治疗方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早的古早年代 细胞激素的年代 这个治疗在我当作业医师以后就比较少看到了 那这个年代在很久以前的时候 它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戒白素 一个叫干脑素 那这个对病人的副作用点是蛮高的 那大概只有14%的病人可能会有效果 而且这些效果通常仅限于少部分的病人 所以以前得肾脏癌的话 它的愈厚通常不会是太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讲的 从2005年到2012年中间 这时候的研究是最多的 那我们追踪的时间也是最久 在这个长达快12、13年的过程中 这个标靶治疗的药物非常多种 进入了百家争银的时代 那到底什么是标靶治疗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癌症在生长的过程呢 是各个分子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生产链 那只要在生产链的其中一个过程 我们能够找出来那个分子是什么 然后加以把它打断 那就有机会可以避免肿瘤之后的发生 所以标靶治疗也算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精准医疗一部分 它是我们科学家在研究肿瘤发生的过程中 很明显会造成肿瘤变化的那些分子 我们去研究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药 可以把那些分子的制造的过程中把它阻挡住 那就可以避免之后肿瘤的伸展 那目前的话标靶治疗的话大概分成两种药 那一种叫做个个氨酸基美抑制剂 那一种叫M4分子一致剂 这两种是目前的主流 那目前你市面上看到那些药都几乎不脱离这两种的范围 那跟很久以前那种旧时代的名医治疗相比 这个反应效果是真的蛮不错的 那在完全没有接受治疗 病人接受第一线治疗以后 反应大概有四成到47%的病人会有反应效果 那如果病人用了第一线治疗过了一段时间 开始产生抗性 需要用到第二线治疗的时候 反应效果就比较差了 大概只有2%到19%的病人可能会有效果 那这些药的作用在哪里 它主要还是能延缓肿瘤恶化的时间 那可以增加我们的存活率 那副作用的部分的话 会与传统的化疗很不一样 但是这些病人在使用标划治疗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短则可能几年 数则可能十几年 那最终人是会产生抗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线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效果不好 可能会需要用到第二线 第二线效果不好 可能会需要用到第三线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那临床上最常使用的一些标划治疗药物 那第一个叫做苏莱特苏腾 这个算是非常 算是蛮早之前就有的药了 那这个药虽然出来时间久了 但是效果不错 所以到现在还是被广泛的使用 那它是一种刚刚讲的个氨酸基美抑制剂 它主要是抑制肿瘤血管的新生 那我们知道其实肿瘤为什么会长大 就是有各个大条小条的血管去供应它 那如果我们能够抑制这些血管的成长 那肿瘤之后应该也会避免它的变大 甚至让它慢慢消失 那这个药的话是比较特别 这个药是唯一一个标法要吃一段时间 要休息一段时间的 那基本上的话是每天吃四颗 但是我们服用四周以后 要记得休息两周 然后再继续使用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年纪比较大 或者是吃的药副作用比较高 那避免这样的副作用 那我们可能医师会建议他 你就改用服用两周就好了 然后休息一周 效果是差不多 那这个药也就是唯一一个 中间会需要提药的药物 那目前的话 仍然是晚期第四期 肾脏癌的低线治疗 那还有另外一个药叫做Voltran 叫做福退癌 它跟刚刚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舒莱特一样 它目前也是晚期肾脏癌 低线治疗 那它使用方式 它就不用休息了 它是每天吃四颗80ml 然后是每天去使用它 那有人就问 那你这样子讲 舒莱特跟福退癌 到底哪一个效果比较好 那之前就有研究 把它们两个拿去相比 那以结果论来讲的话 其实两个的癌症的控制效果 是差不多的 不管以肿存磨率 还是以看那个肿瘤 以后复发的时间 看起来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后来有去做统计 有去看一下设计一些问卷 问一下病人的生活品质 那是用福退癌的病人 他自己觉得生活品质 会稍微好一点 那我就想说 那会不会是副作用的关系 造成两个人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个 我们的标靶治疗 它的副作用 其实大概就是我 表列出来的这些 通常就有一些 两个都会有的副作用 大概有高血压 腹泻 恶心 食欲降低 那这两个药的话 稍微来讲的话 副作用稍微会有点不一样 舒莱特 他会需要吃四周 停两周 或是吃两周 停一周 他比较明显的副作用是疲倦 然后血球过低 然后还有我们右边看到这个 这个叫做手足症候群 会看到病人的手 跟手掌 跟脚掌 都有出现一些红斑 那这个严重一点的话 会需要给一些那个 肋固醇治疗 那另外的话还有味觉改变 那另外一种服退来的病人的话 病人服用的过程中 比较高比例 会有肝功能上升 或者是血液中的打红素上升 或者是发射改变的副作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晚期的肾细胞癌 他第二线治疗有哪一些 那其实这个药是等一下还会再讲到 所以我也把它特别挑出来讲 叫做益癌特 他一样也是个氨酸基 美移植基 也是一样抑制肿油血管新生 那他的用法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五毫克 那他跟前几种药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可以医师可以根据病人的状况去激动调整他的剂量 也许一次吃五毫克 一天吃两次 病人症状没什么副作用 可是还想要达到各套主的控制效果 那五毫克也许我们可以往上升 变成七毫克 那如果病人吃一次 疗来副作用有点高 那我们可以把五毫克往下降 变成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三毫克 所以他是可以根据情况激动去调整的 那他目前的话是我们晚期肾细胞癌第二线 就是刚刚如果是用刚刚那两种药 用了一段时间肿油又在变坏 那我们考虑第二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药 那等一下会讲 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叫做免疫治疗药物 那最近的研究是发现了 他这个雕把治疗 如果你合并某一个免疫治疗药物一起使用的话 他可以变成第一线治疗 而且效果还不错 那刚刚讲了 刚刚讲的那个个酸胺基酶抑制剂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这个叫M2分子抑制剂 那他的基转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也是一样 可以抑制肿油生长 抑制我们的血管形成 但这个药比较不一样 他是静脉注射 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药都是口服药 那这个是要打针的 那会把这个药讲出来 是因为这是目前健保 我们刚刚不是病人有讲 就是我们会帮病人分类 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 这个药是高风险的病人 晚期肾脏癌 第一线的治疗 这是目前健保给付的规定 那另外还有的是说 我们肾细胞癌有很多种类 那其实我们研究以来 最常被研究的病人是有一种叫做量细胞的 肾细胞癌的病人 但是如果你是长其他细胞形态的癌症 这个药其实也可以用 好 那刚刚是比较 旧一点世代的 我们的那个标靶治疗 那最近有比较新研究出来的标靶治疗 那这个药叫做IbD 那他跟刚刚那些 比较旧型的个氨酸基的抑制基 有时候不一样 他增加了对于其他受体的抑制 就是说 简单来讲 他的目标可以有很多个 他至少有三个 那刚刚旧型的大概只有一个 他只能对一个受体做抑制 那他有三个 三个跟一个差在哪里呢 他的效果 会有比刚刚旧型来的不一样的效果 那他的用法的话 也要一次一天一次 然后一次次60ml 那目前的话 他这个也算是比较新的药 那健保在去年12月的时候 通过这个针对晚期 肾西包癌第二线药物 在我们使用之前的药物 疗法无效了以后 这个药是可以被额准的 那这个研究我记得是在我 专科考试不久前才刚出来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也是造成了 大家一片就是 这个药看起来实在是 看起来蛮有机会的 那还有新 那个最近更新一点的研究呢 他目前的话是 在中度跟高二性度晚期的 肾西包癌可以当第一线的治疗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标靶治疗常见的副作用 我们标靶治疗常见的副作用 我想大概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我们给予药物 就可以减缓病人副作用 那这些副作用的话 如果我们碰到我们经由给予药物 病人应该还是可以持续治疗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副作用 他是无法靠给予其他药物来减缓的 那变成病人必须第一个 他可能要减低剂量或者甚至要停药 那将会影响到病人以后肿瘤的控制 那可以给予药物缓解副作用的 大概高血压啦 高血压的话应该给高血压的药应该可以 那腹泻可以给一些病人拿肚子的药 脚妆腺低下可以补充一些脚妆腺 但是如果病人有一些提倦 口角炎或者是像刚刚那个图 手跟脚都有手足症候群 或者是血球过低 甚至影响到肝跟肾的功能 那这时候就不太能靠给药来减缓副作用 那可能要减低剂量 甚至严重一点的可能要提药或换药使用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先做一个小解好了 标法治疗其实因为他发展时间 已经算蛮久了十几年了 所以他目前还是一个治疗的补干 而且最重要的是十几年来讲的话 目前健保是有 大部分的标法治疗药健保是有给付的 虽然给付的条件不太一样 那效果其实不错 那目前的话有一些研究 我们可以给予就是 合并的标法药物治疗 那另外的话 他除了第一线治疗失败 第二线第三线也可以用 但是要注意一下副作用 那如果真的是有在吃这些药的人病人 那如果发生一些副作用 那就要记得就是自己要稍微注意 那及早于医师讨论 那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标法药副作用其实很多种 那有时候它可能是皮肤上的症状 有时候是抽血可能内分泌的症状 所以其实有时候奉告副作用 可能会需要 我们医师有时候会需要 开多科团队会议来讨论的 好那我们再讲一个最新的东西 叫做新一代的免疫治疗 那它叫做免疫检查典疫之际 它这是2015年以后才开始慢慢有研究 那最近研究越来越多 那看起来的话 似乎有一些药的话效果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颗东西 我们之后把它想象成是癌细胞好了 那右下角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当癌细胞碰到我们免疫细胞的时候 那我们免疫细胞会决定两件事情 今天我是要去消灭这个癌症 还是去放过它 怎么说呢 那我们通常人体的免疫系统 我们第一步免疫细胞要辨识我这个外来路 他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身体的东西以后 那我们就打个比方 这时候第一步的时候 就好比我们要开车 车钥匙插进去 准备启动引擎 准备要启动了 但是启动了以后第二步 免疫系统我们到底是要发动 还是要停下来 这就好比我们已经启动了引擎了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踩刹车 还是大脚油我们吹下去 那那个免疫检查免疫之剂呢 就是在于有一些肿瘤 它可以藉由一些方式 让它躲过身体去给它的一个免疫反应 那我们就是找出了这一些的分子 那我们去阻挡它 换句话说我们某一方面 增强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来抵抗这些肿瘤细胞 所以这个跟比较古早的免疫治疗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免疫治疗的最近的角色 是在于它这一两年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研究 其实蛮多的 所以以前传统第一线肾脏癌晚期的治疗 我们会给予标法治疗 但是现在至少有两个研究看起来 合并免疫治疗 也许是免疫治疗加免疫治疗 也许是免疫治疗加上一个标法治疗 会比传统的第一线的标 单纯这个标法治疗 来的效果好 可是现在这个健保都还没有几副 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到底有哪一些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大概是主要是这三种药 新一代的免疫检查免疫之际 那其实不管是在美国或欧洲 密尿科医学会看起来的话 这些都已经是一个确定 是放在一个治疗指引上面 那第一种叫做保吉弗 那第二个叫做伊弗 然后第三个叫做吉苏达 那第一种药的话呢 它除了对于晚期肾脏癌给予第一线治疗以外 对于第二线以后的治疗 它的效果也比标法治疗来的好 所以呢 目前有两个 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是对于还没有治疗过 中度或高度危险 晚期的肾细胞癌的病人 合并这两种免疫治疗的效果 它不管在整体的存活率或客观的反应率 都比刚刚提到一个比较古老的药 苏腾来的好 那大家就会想说那比较好 那副作用会比较强 那其实副作用没有比较强 反而严重的副作用 免疫治疗那一组病人还比较少 那还有一种呢 它是叫做就是吉苏达 然后加上一种刚刚提过的那个标靶治疗 所以这个组合是一个名医治疗加一个标靶治疗 那它对于所有尚未治疗过的晚期肾细胞癌 不管在整体存活率或客观反应率都比艾苏特来的好 那副作用的话两组差不多 所以呢 今年的欧洲命尿科医学会 它的那个治疗指引 后来也有再重新改过 它说了 它说对于未治疗过晚期的肾细胞癌 那第一线它建议考虑合并免疫治疗 除非病人没有骂人受副作用 或者有其他考量因素 那可能赔予考虑赔予素疼 或刚刚的Tagpani 好所以其实 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几年研究其实非常的 就是一直在往前跑 那其实常常有时候我们是要稍微 一不小心不结束的话 再回去看一下 发现国外最近研究治疗质疑 又会一些改变 那未来的话也许会碰到一些 会不会还有其他合并的女医治疗的使用 效果会更好 或者是又有新的药可以出来 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新的组合 是以前单独使用没有发现过的 那另外来讲的话 也许以后手术方式的进步 或者是像刚刚兰教授说的 局部治疗 各种局部治疗的方式的进步 那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完整 更完美的控制那个肿瘤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东西 是叫做疫苗 那这个东西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还是太早 那也许我们以后 如果对于一些肿瘤的基础 都没有了解 那我们可不可以研发出疫苗 甚至在肿瘤还没有生长前 就直接把它放住 那我想这些都属于一些精准医疗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是以后未来的研究目标 那我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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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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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